昨天佳能更新了新相机R6的二代 我买了R6 富士更新了XT5 然后我把它分享到了我们的机友群里面 然后我深信的发现小米也发布了一台相机 成本三四个W的小米12s二小概念 正极一看大家都已经了解了 还真就是我们想的那样 手机可以更换镜头了 而且不是去拍摄镜头里面的东西 而是直接把光照进了SIMUS里面 就有很多影像极客想做的事情一样 不过小米是把极客要走的路 而且是直接增加了一个SIMUS 你要说这对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 可能只是一个新企和别人的一个谈资 但是对于小米公司而言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次品牌的处理 更是品牌的传播 就拿一件很简单的例子来说 按道理这只是一场小米用户的脑内高潮 最大也不过就手一圈 但是我在其他领域的群里面 看到不下564的分享 讨论就更加别提了 这是一个很容易被理解的现象 那又是破圈 小米12S Ultra已经很火了 而这次的概念版更是加了一桶油 我们很容易理解破圈这个词 但是要做到却不是那么的简单 我们回顾小米的历史 可以看到这确实是一家 有创造力 有想象力 而且有执行力的公司 不管是MIUI的起步 还是小米2S的大火 再倒是MIX的引领全面屏 还有没有看到过的真机 MIX Alpha 很多都是前无古人的一个开创 这次12S Ultra概念版 在我看来也是如此 虽然注定了是无法量场 但也确实指出了手机的无线可能 物理硬件的差距在短时间内 肯定是无法用软件去超越的 但是可以拆卸的镜头 给了我们新的想象空间 科技就是一直进步 并且把前面的设备超越 并且淘汰掉 很多年前我们也是无法理解和想象 现在的手机是可以拍摄视频 并且是开始创作的 就如同很多年后 手机往往宣传也取代了相机的拍摄功能 大家都用越来越轻量化的设备 去执行脑子里面的天马行空的想象 虽然现在可能在视频里面 我们看到的只是手动对焦 但是在如此之短的法朗距 给我们的想象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加几个触点实现自动对焦也不是不可能 配合手机端强大的AI算法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我还真就拿着手机外接镜头 在外面拍摄影片呢 当然这对于用不到这些东西的人来说 那肯定是把手机的不专业和相机的不便携 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我们来看小米这一波的讨论度 一台30万只有10台 那就是300万 但在B站的热门排行榜里面就有两直 简直是太直了 小米是懂营销的 才花300万就把全网的眼睛都聚焦到小米身上 这和小米的logo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但小米在这一方面也是懂小米用户的 大家都热于看到这样的东西 民间做不如自己直接做 虽然机会渺茫 但我还是想试一试那种 你看我都宣传了这么久的份上 至少给我玩个一两天吧 或者找我掐个放也行 我是你们的云飞 这么多粉丝都叫我做这个的视频 我也想做呀 可是能量太小 只能来个云测啦 希望大家多多讨论 点赞投币 多支持一波 那我们下一节目再见